今天要來分享幫我的PREVIA換冷氣的濾網 那我這次購買的是無味熊 無味熊的濾網其實不便宜 所以基本上買的話在買一送一的時候買會比較划算 打開來裡面就是這樣子 它有用空氣的這種紙 包一片包一個 那我的04年PREVIA可以共用的還有 CAMERI VEOS跟LEXUS的ESRX跟GS 但是差不多都是01到05左右的款式 只有VEOS可以用到14年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打開 它這個是完全密封的 我們就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可以看到 這就是濾網的本體 接下來我們就來更換吧 其實原廠的手冊上也有教你怎麼更換冷氣的空調濾心 如果我們依照原廠手冊來看的話 空調濾心是每3萬公里要做一次更換 更換空調濾心其實不能 首先我們就從副甲子座這邊進去 然後可以把椅子先推到最後面 雙邊我們有更大的空間 再來我們就是要把手套箱也拿出來 那它後面有兩個卡榫 所以我們就稍微用力 往上拉 就起來了 接下來打開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手套箱內側這邊有一個 白色的塑膠板 空調濾心就在這裡面 接著我們只要稍微用一點力 就可以把整個 空調濾心取出來 取出來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新舊空調濾心的對比 我的空調濾心差不多使用了一年又三個月 這一個也是無味熊的 可以看到裡面還是卡了蠻多 髒屋跟小蟲子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舊的空調濾心取出 記得它這邊也是有airflow的 那previa的話 它的冷氣風箱 是從下面把空氣灌上來 所以我們的airflow箭頭是要往上 最後就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在空調濾心的這個外殼 在空調濾心的這個外殼 一樣有告訴你 這個是up 所以 裝回去的時候也不用怕 方向裝錯 那當然同時也可以把 方向裡面稍微清一清 然後我們就把它裝回去 裝回去之後就確定它有 然後蓋緊有密封 就ok了 然後我們再把手套箱 底下這兩個卡榫卡進去 裝回去 確定手套箱裝回去以後 可以正常開關就可以了 那今天previa冷氣空氣清 DIY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5996 我們下次再見 可以 請 按讚 打開 記得 按讚